要把念佛当第一 不要求当唯一当第一 我们要用心懂得去感悟 我们不念佛就打妄想 我们想一想打妄想 对自己不好啊 我们每一天要处理不少事啊 这个脑子常常打妄想 突然去处理事了 能处理的圆满吗 处理的很好吗 刚刚还妄想芳菲 突然去处理事了 哇 处理的圆圆满满 我想不大可能 妄想芬菲 心浮气躁 往往往去处理事 越帮越忙啊 所以真想把家庭处理好 把工作处理好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心要定 分明啊 妄念越来越少 才能处理好 你看我们的心很定了 讲话应对竞对的分寸 拿捏的好啊 心意急躁了 浮躁 往往都是讲错话了 后悔了 所以 我们能体会到啊 心是根本的 所以修心 是君子物本啊 心修好了 一切言行不会偏颇 你所面对的一切事啊 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啊 所以要拿时间呢 修清静心啊 所以佛门讲修定刻啊 这个不能断啊 每天固定 持经念佛 我们的心才能清静 才能越来越定立啊 当然做定刻啊 是把我们在读经念佛的这个定立啊 可以延伸到一切时候啊 那做定刻以外的时间呢 我们不管工作与人相处啊 也是要提醒自己啊 心中要有佛法啊 用佛法去思维 用佛法去指导一言一行 那就在正念当中呢 就在菩萨道中呢 因为假如平常都是随顺习气在处理事情啊 妄想纷飞 你真正要做定刻了 我看也不见得人 能马上定下来 所以一切实啊 都要修这颗心啊 何处是道场啊 处处都是道场啊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我们这个菩提心不可虚于理也 华言经说的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啊 所以念佛 我们 真诚恳切的念 这个是真心了 是菩提心了 佛号放下了去处理事情了 我们也是用真诚慈悲的心去处理的 这个菩提心不能忘死掉了 那我们今天听到师长说了 不想阿弥陀佛啊 就全是妄想 这样就很难 心越来越清静了 所以听到这一段话呢 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啊 多念阿弥陀佛了 佛号要越念越多 越来越提得起来 那我们问问自己啊 这个佛号有没有每一年 越来越提得起来 这还是修行靠个人 不只要每个月 每一年越来越提得起来 慢慢要每个月啊 越来越提得起来 看到自己进步了 可不能 我每一天要念五千 一个礼拜之后 开始变四千五了 再一个月变三千了 第二个月 算了不记了 不念了 常常常发愿最后都不了了之啊 其实修行啊 也是改自己的个性啊 比方说没有恒星的个性啊 那一定要突破啊 不能虎头蛇尾啊 有恒为成功之本啊 好 为什么不肯念佛要打妄想呢 这就是业障啊 这就是业障重的表现呢 知道业障重啊 天天希望消除业障 我们要问啊 我们要问呢 怎么消 念佛就消掉 不念佛啊 这个贪念一直在相续啊 比方说我们今天 贪念一直在起 不念佛啊 这个贪念一直在相续啊 他会增长喔 而且这个念头啊 会招感叶缘喔 我们要慎重这个念头的力量啊 比方说我今天发愿要鸿护正法 有发这个心啊 甚至于我们呢 在道场里面服务了 我们保持正念呢 来鸿护正法 那佛菩萨 冬天护法都加持了 可是我们在道场当中呢 这个正念提不起来 没有念佛 还起贪念呢 那麻烦了 现在是末法时期啊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魔王都在等待机会 破坏佛法 结果我们在道场当中 邪念忘念多了 魔得其变啊 魔来助长我们的贪念啊 就借我们的身体去破坏佛法啦 佛菩萨跟魔王抢人啊 所以这个念头啊太重要了 正跟邪啊 遭感来是天壤之别的作用啊 所以不念佛啊 业障了又现醒了 而且我们人还在道场里啊 那造的业就重了啊 所以鸿护正法的人 讲觉性要高啊 我不能变成魔王的工具啦 我是身体借给佛菩萨用的 那怎么跟佛菩萨接通呢 我们要念佛啊 要正念分明啊 他们才加持的上啊 感谢观看